嗨 大家好 欢迎各位这一次来观看昆特牌的游戏影片 今天的主题呢 并不是来玩任何阵营的牌组 而是来说一说这个游戏的一些资源上的 这个运用啊 我觉得应该是会帮到 各位玩家 尤其是刚开始的玩家 或者是已经开始了 一段时间的玩家 对 那么今天最主要来说的资源呢 其实是这个卡牌碎片 因为卡牌碎片 像这样慢慢的做任务 慢慢的玩呢 其实这个效益呢 其实是蛮低的 其实我玩了这 两三天呢 要不断的玩 才拿到这个890的碎片 其实每个阵营的卡牌呢 都有大约都在六七十的数量 那么最多的话呢就是松手打 因为我就比较喜欢玩松手打 那他比其他阵营要多的话也是正常的 但是问题就在于大家也有看到我的影片呢 其实我介绍的牌组呢 其实真的蛮多牌组都缺少一些关键性的卡牌 但是问题就在于 我如果去开卡洞的话呢 也是蛮难开得到我想要的这个卡牌 像这张剧情 这个松手打的 蛮适合这个十面埋伏的牌组 对 但是我要去开卡洞的话呢 就要开那个扩充包 但是扩充包的卡洞呢 他不是只有松手打 而是包含了其他阵营 也就是说其实抽到这张非常稀有的金色卡牌的几率是非常低的 对不对 那唯一的方法呢 就直接合成 直接给800的碎片 但是问题就在于 我就只能够合这一张 对不对 大家知道一副牌组呢 这关键性的卡牌真的是非常多 而且 通常关键性的卡牌呢 都是非常稀有的 所以我就只能够 做出选择 但是问题就在于 就算我做了选择 还是不完整 每一个玩家都肯定有 他喜欢的阵营 像我的话就松手打 对不对 那么 有喜欢的 当然 也有一些是比较少用的阵营 相对比较会少用的阵营的牌组呢 暂时先把里面的所有同色的卡牌 全部给分解掉 就把一些金色的卡牌先留着 因为金色卡牌就蛮难抽得到 但是同色的话相对容易 那如果我选择怪兽阵营的卡牌 可以做出牺牲 那其实这里的数量也是蛮多的 如果分解的话呢 应该也可以再合脱一张 如果不够的话呢 再看一看 第二个阵营拿出来做出牺牲 或者是直接中立卡牌 因为中立的卡牌 因为大多数的同色单位 其实很少用得到 因为玩到后期的话呢 都基本上都会组这个 就是属于那个阵营的卡牌 中立卡牌的话 有用处的卡牌 通常都是要玩一些比较特别的 像是中毒啊 或者是一些特殊条件的 但是大部分的同色卡牌 都是并没有什么用 那么当然这个做法呢 可能就蛮多观众就觉得 有点可能不舍得去分解 或者是觉得有点浪费 所以这个方法我就 只是告诉大家 就是可以想一想 或者去衡量一下 就是我就觉得因为 有一句话嘛 就是 样样都会 但是呢 没有一样是 就是专精的 那么在这个 这种情况就是 每个阵营的卡牌都有 但是呢 没有一副牌组是完整的 那倒不如 就牺牲一两个阵营 就把它分解掉 然后去 就是把那个分解掉的资源呢 就投入到你想玩的阵营里面 对不对 因为我的想法就是 假如 这个送入党我只差30张卡牌嘛 那我把它全部合完了 那我就慢慢的推下一个阵营 就是会有几个阵营都会满了 那到最后 牺牲掉的阵营就像怪兽 那我去 电电那里开卡通 那我就只需要开 怪兽阵营的 卡牌就行了 对不对 只买那个一个阵营 因为我就只剩下的 那个阵营就 还没收集完 这就是我的想法 影片就到这了 希望这个方法对你有帮助了 或者 你可以 衡量一下 或者考虑一下 再去实行 或者不实行 就当做一个提议 或者建议给大家 如果你喜欢这一次影片 记得按赞 觉得这个频道还不错的话呢 按个订阅支持一下 有什么意见或看法的话呢 可以在这影片下方留言 OK 所以我们下一集的 Quantle 5游戏影片再见 各位拜拜